男生刚才有一个口头语叫 我们在一起很不容易 我们老这么吵 哎呀 分开呢又觉得我们在一起很不容易 好不是在一起 那听着你们的问题呢 我总觉得你们在一起太容易了 容易到你们 其实你们相处过程中没有遇到真正的问题 而且鸡毛蒜皮 在我们看起来这事也吵 一次吃饭 不经意的挪馅盘子 你觉得是摔了 然后就我不吃 我不吃 然后再给你送饭 你又不理 然后他走了 然后你要叫他回来 反复几次 这种事也值得当事吗 它是问题吗 我觉得如果真是 你们出现的问题就是 你们当中现在缺少问题出现 缺少大的事情出现 有大的事情吗 有大的事情吗 有 你说了哪件是大的事 让我听听 其实有 因为那件大事之后 我觉得 让我尝试了去慢慢的 就是理解他 因为他本身 他说我脾气臭 但我觉得他的脾气比我更臭 因为他总是对我吼 知道吗 那你能说是哪件大事吗 就是有一次吧 我刚才那样不久 然后他对我发过一次很大的脾气 他对我吼 我爸爸 从小的大也没那样 对我吼过 我觉得这个男人 好可怕的 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 他说那时候 我在跟你争吵的时候 我脾气一下上来了 控制不住 然后就觉得 后来他慢慢的 给我解释通了 我就说 那我就尝试着 再去改善他一下 他的毛病 他的脾气 然后我就慢慢的 就容忍下来 然后之后他就慢慢的 没有这么像以前那样 那一次那样对我发脾气 后来我就这样了 所以他就改了是吗 他之后还那么发脾气吗 他对我发过 但是没有像那一次 那么恐怖而已 那是吓着你了是吧 真的吓着我了 我从小到大没有那样 别人那样对过我 我就觉得那一次 我是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我才慢慢的把那件事给 那你为什么不分开呢 如果真是不合适 为什么不分开呢 何必纠结 我觉得还是我回到我的论点 你们之间就缺少大事 共同面对一件大事 一个大的问题是一起 到底是一起解决 共同去面对 还是说就因为这件问题 就出现了 发现对方越来越多问题 然后分开 你们就缺少一些经历 你们的日子太单纯了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你们在一起的太容易 你们只有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才能发现真正对方的问题 我马上毕业 我先比他卖为社会 而且年龄比他大 所以很多时候 我压力也挺大的 但是我觉得 他没有说身为一个男朋友 是那种适合 关心着我 为我着想的一个男人 你当时就应该了解 从他第一次发脾气 你就知道 他应该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 第二他比你小 他还是处于 学生时代的那种想法 你要求他什么呢 所以说他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 先认清楚自己的问题 然后再来抱怨 否则驴纯不对马祖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吵 这个都吵 小事都吵 吵的都是小事 遇上大事了 其实反而还不吵 他是喜欢坐地上是吧 吵架了 吵架了就坐地上 吵架了訪 那就是 喝碗 鼻子 roast ści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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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